借陶村民小组位于芒市西兰方向 履守于丰平镇帕顶村委会 居芒市主称区也达有15公里 这是一个歹奏人口占到98%的存在 经过多年来努力了 借陶村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民族团结 产业融合 乡村振兴的 借陶样的 相互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 比如说云南省的云南省文明村 云南省卫生村 德恒州 规范化建设示范党支部 和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等等 这个侧业并不大 一共只有71户 341个人 有12名正式党员 党支部一个 2022年借陶小组 经济收入就达到了1968万元 人均收入达到25000多元 应该说在云南 德恒这么一个边境地区 有这样的成绩 我觉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这段应该是一个歹洲村镇 歹洲村 那上面的这个塔 是歹洲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 那我看这就是他们村里面的 种植养植 下面这个是菠萝 看来这个村 它是以种植菠萝为主产业 虽然这是云南德恒 是边境地区 但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地方落后 你看这是他村里面修的一个达卡长廊 村里面能修这个规模是比较少的 中间是一个塔 应该说是歹洲的一个民族风琴的 可能还有一些 平时还有一些宗族事物 处理宗族事物的一些作用 在小山头上面修得还是很不错的 最主要的是风景很好 气候很好 云南本身就是叫一年四季如春的地方 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生放的地方 所以它这我觉得 不能是风景还是环境 都非常的时宜宜居 刚才我们跟村长聊天 我们也问到了 村里的年轻人 实际上大多多的回忆来了 都在村里面发展 真正常见在外面工作的不多 就八个儿 三百多个村民 七十多户人口 十二名党员 就把这个村长建设得非常的优美 七十太强 いや cause lookout 当然 是 香港莲学 满意 吉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